在整個制高點的部分 其實都有我們的安全人員 在維護整個秩序在監視當中 好 詳細情形 我們就要連線給記者呂欣梅 好 各位觀眾 今年國慶大典 危安戒備也是相當的森嚴 那除了地面部署的危安 那在這個狙擊會有特勤狙擊手 每年國慶都會在 這個總統府的制高點 來全程的戒備 那依照往年的慣例 他們會在這個總統府 兩側的露台 雖然說他們的作風是非常隱密的 而且不容易發現 但是他們通常會在這個 總統府兩側的這個露台 左右兩側的露台 來全程監控 那他們會配有這個狙擊手 以及觀測手 那還會有高空的這個維安人員 負責以影像的方式 來全程記錄下 整個國慶大典的狀況 那另外他們也配有這個槍響偵測器 那就是以一種反偵測的技術 也就是說一旦哪裡聽到 有槍響的時候呢 那這個電腦就可以立刻 運算出這個槍聲的位置 那立刻呢來予以的 針對目標來予以反擊 那要把這個維安做到滴水不漏 那因此呢我們的活動表演 當然也就可以順利的進行 那大家非常關心呢 還有今年最巨大的國旗 將有兩架的CH-400的運輸機來吊掛進場 那這個國旗究竟有多大呢 它其實是有18公尺乘以12公尺 有65平這麼的大 也是史上最巨大的中華民國國旗 那另外今天呢還會總共會有47架的軍機 來飛越這個總統府上空 來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 那還有呢最後今年呢 非常重點呢 也是有這個空軍有三架的 三種的這個主力戰機 包括IDF經國號以及F-16V 還有這個幻象2000呢 他們的排場呢 都拉高到各五架次的編隊呢 會來飛越這個總統府上空 那在壓軸登場的呢 則是呢我們的AT-3教練機 到時候呢會以噴射採煙的方式呢 來慶祝我們的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以上是目前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花給棚內